在昨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韩联社记者提问称 19号上午朝鲜发射了弹道导弹 美方称此举是对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威胁 对此发言人毛宁在回应中指出 有官方借半岛问题谋求地缘私利 加剧地区紧张 破坏半岛无核化相关动向令人担忧 当前半岛重现紧张局面 正解是清楚的 有官方借半岛问题谋求地缘私利 加剧地区紧张 破坏半岛无核化 相关动向令人担忧 此前据韩联社报道 韩美两国于18日在首尔举行了核磋商小组会议 称要通过加强延伸威慑执行力 滴水不漏地应对愈演愈烈的朝鲜核岛威胁 让朝鲜不敢轻举妄动 我们希望各方坚持政治解决方向 通过有意义的对话 均衡解决各自的合理关切 维护半岛的和平稳定 感谢观看